大家好 昨天我拍了这个关于这个静态的一些问题 今天我把要说一下关于动态方面的感受 一些比较通病吧 大家都有这个问题 就着重把这说一下 然后今天因为要行驶 所以我邀请到了我的同事 来帮我拍摄一下动态的内容 首先啊 这个最想吐槽的就是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双离合的换挡逻辑的问题 这在新车的时候 刚开始是在刷程序之前 它有很多很多的毛病 比如说换挡转速太高 到三千转左右才换挡 2500转3000转左右才换挡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在稍微有点坡度 在稍微有点坡度 有点坡度的情况下 就是下坡的时候 你比如说红绿灯停下了 你一挡起步 起步之后它不升挡的 它感觉好像是以为你在下坡 它就不升挡了 一直到四千转五千转都有可能 你必须得要切换到手动声挡 不然的话它就一直在一挡 这第二个问题 还有就是换挡顿挫的问题 这个换挡顿挫呀 应该是最普遍的一个问题 只要是去这个H4H6F5这样的论坛去看 几乎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关于这个换挡顿挫的问题 这个换挡顿挫主要集中在低速 一挡换到二挡 二挡换到三挡的时候 然后降挡的时候也是三挡换到二挡的时候顿挫 二挡换到一挡的时候也会顿挫 然后在换挡顿挫的同时 变速箱还会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 这声音让人感受特别不好 而且也同样可能会因为这个声音啊 影响到双离合这个变速器的寿命 在刷完TCU之后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没有解决吧 就是在我降完速之后 再次提速的过程中 主要集中在四挡这个位置 降到一千转出头 一千转的时候 挡位还是在四挡上面 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现象 四挡 一千多转这个扭矩是非常非常低的 非常非常差的 然后我再次想提速的时候 它不降挡 不会降到三挡 我轻踩的时候它就是四挡 然后给人感觉是在拖挡那种感觉 然后你再踩一点 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就四挡 突然一下降到二挡了 一下子转速升到三千转 就是给你一种很窜的感觉 这个感受 这个驾驶感受非常非常差 你看到没有 就一下降到二挡 我现在演示一下 这是我正常起步的那个换挡逻辑 一挡换挡转速是在两千转 二挡也是在那差不多两千转 三挡却一千五百转就换了 四挡也是一样 刚才这是换挡逻辑部分 就说是这个变速箱的问题 现在来说一下这个悬架的问题 前悬架在我新车的时候 就刚从424那边出来 因为我们其实这几年修路比较多 经常会有那种坑坑洼洼的地方 在走这种不平的地方的时候 这个左边或者是右边 经常会有咯噔噔噔噔噔那样的声音 其实现在也是一样的 而且过了一个冬天之后 到了今年的春天天热的时候 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显 再也就是上一个视频我说了就是 嗯 过了一个冬天啊 这个到处都异想 A住这个 这应该是壳子装配的问题 然后壁住也是壳子装配的问题 安全带盒子也想 副驾驶的也想 天窗 在不平路面的时候都想 门 门想的位置就多了 这个整个 这个整个 还有那天不是 上次上个视频不是出了吗 这个 拉到这个这个响声 在行驶的过程中也会各自各自响 门缝 门缝这个边哈 嗯 还有后门 第二排的门也是让响 后备箱的门也响 还有在这个中动台 具体什么位置响就不知道了 反正就是整个这一片 在过烂路的时候 就是或者是过减速带的时候 或者是那种 路是有扭曲的这样的时候 就车身会扭曲的时候 这整个都会各自各自响 方向盘也一样 方向盘在过减速带 过减速带的时候 这会咯噔咯噔那样响一响 这里说一下这个极加速 这极加速 动力方面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当然了 这个优点 至于这个优点的问题 优点不在这个 这个视频里面 以后我会单独说 这个车的优点 极加速 我是挺满意的 而且 我在换了这个 优人车画 就是从这个 优人车画 那您这里买的那个 欧盟的机油之后 高转速的时候 区别真的和以前非常非常的大 就是它的声音 变得特别特别的小 而且特别轻量 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震动 比以前要小 能不能听到 这个门 现在就在咯咯咯咯咯 这个路 其实已经挺平了 你看 刚才扭曲这一下 整个响得特别明显 特别响 可能在这个麦克风录音的时候 还有空调的声音 风噪啊什么的 可能不一定能听清楚 但是我在车里 是非常明显的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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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中共台中共也响了 看 看 还有一个座椅也响 还有一个座椅也响 说一下啊 今天是过来做这个四轮定位 迷他来做四轮定位 你跑方向了 而且方向盘也不正 这也是我想说的一个问题 今天我忘了说了 现在把它补上 这个车在稍微 就是过了那种颠簸路面之后 数据就会变 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吗 还是第四次来做四轮定位了 都不需要特别颠的路 就是那种非铺上路面 速度稍微快点 三四十那样子 跑一段时间 它整个数据就会变 然后你上了高速 上了这个外环之后 你会发现 走不了直线 就是这样子 二四五 不是二四 不是二四 来 十八车走 来 高 来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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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去洗手去 阿喜你别到一镜头地下晃上去了 你这么爱上镜吗 这边是一个小的银子 是一个小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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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由他们技工亲自去试车 刚才我看他来回跑了好几遍 看样子还调了好几次 大哥你电话多少 1849 181234 调一下就好了 但是经常这样调不烦人吗 不花钱吗 虽然有三个月的质保 三个月之内再来调 好好好 再来调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不烦人吗 这不需要花时间吗